哺乳期得了乳腺炎 可以吃抗生素吗? 需要停止哺乳吗? 嗨,大家好,我是这大的医学博士 今天跟各位聊一下哺乳期乳腺炎 急性乳腺炎是哺乳期妇女常见的乳房急性炎症 哺乳期乳腺炎最常发生在肠后的6周 主要的表现就是换侧的乳房的红肿热痛 如果疾病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导致乳腺囊肿 疾病进展的话可能会导致乳房浓肿 哪些原因可能诱发哺乳期的乳腺炎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乳房受压 比如说穿了过紧的胸罩 其次就是乳房产乳过多 然后又没有经常去哺乳 乳汁就预期在乳管里面 进而就会导致滋生细菌进一步就会感染 同时母亲的情绪紧张或者说压力过大 也是会诱发哺乳期的乳腺炎 那如果得了哺乳期的乳腺炎 该怎么样去治疗呢? 在病程的初期就是在12到24个小时 由于这个乳汁的堆积会导致乳房的肿脏 是可以通过一些减轻疼痛 对症处理这个肿脏的一些治疗手段 比如说使用一些非载体类的抗炎药 或者是用冰敷的方法去降低乳房的肿脏 这些手段呢都是为了说减轻因为乳汁的堆积 造成的乳房肿脏以及疼痛 在这个时候呢医生呢是建议不需要停止乳 因为乳汁的排出呢是有助于减轻乳房肿脏的情况 同时呢也有益于这个疾病的快速好转 如果说这些冰敷或者说使用这些非载体类的抗炎药的这些手段 没有办法减轻乳腺炎的症状 而患者有一些比如说像发热 或者是乳房的皮肤呢有出现红斑的时候呢 而且这些症状呢有持续12到24个小时以上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是建议使用抗生素来治疗这个乳腺炎的 抗生素的选用呢一般来说对于普通的细菌感染的话呢 是可以使用头包类的抗生素 在这个阶段呢通过排空乳汁和连用抗生素这两种手段呢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缓这个疾病的进程 并且能够改善患者的愈后 抗生素的这个疗程呢一般来说是建议是10到14天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在使用抗生素之后 患者的乳房肿脏疼痛这个乳腺炎的症状仍然没有缓解的话呢 可能疾病已经进展到了下一个阶段乳房浓肿的这个阶段 乳房浓肿呢跟乳腺炎的区别呢就是说 就是你这个乳房的压痛呢可能会疼痛会增加 同时呢你在这个皮肤下面呢可能会摸到一些像水样的这些波动感 就提示呢可能有这个浓肿的形成 可以去医院查一下乳房B超来确诊乳腺的浓肿 如果发展到乳腺浓肿的阶段的话呢 需要用一些外科的手段去通过引流的方法呢来治疗这个疾病的 乳腺炎的从一开始疾病的初期呢到最后可能说发展成为乳腺囊肿 在整个这个疾病的进展过程中呢 其实排空乳汁和不要停止哺乳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乳汁是这个宝宝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食物的来源 它的里面呢是有很多的营养元素 那么对于细菌来说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最好的培养基 所以在整个的乳腺炎的这个病程中呢排空乳汁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此外如果说这个乳腺炎的症状就是千言不遇 然后发展了很久使用了抗生素 然后各种方法都没有好转的话呢 大家可能要关注一种比较罕见的疾病就是这个盐性乳腺癌 盐性乳腺癌呢是乳腺癌中比较罕见的一种类型 这个盐性乳腺癌的早期症状呢跟这个乳腺炎是有些类似的 都会有乳房的皮温升高 乳房可能会出现一些大面积的红斑 乳房有一些压痛 今天呢跟各位分享了一些关于哺乳期乳腺炎的小知识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